说起娱乐圈,大家总会感慨它的复杂,事实上,大家这么认为也没错,因为娱乐圈中总有一些未解之谜,或许是为了保护另一半的隐私,亦或有其他苦衷,但又不愿意子女一直生活在黑暗中,当事人选择大方承认有子女,但生父的身份却至今未知。 大家好,这里是一只嘻嘻力,今天来聊一聊不愿透露孩子生父的女星们,看看她们都有什么样的苦衷呢? 1.杨思琪,43岁。杨思琪1978年出生于香港,她2001年参加香港小姐比赛,获得冠军,并同时获得最上镜小姐、网上最多沐小姐等六个奖项,成为香港小姐竞选史上获奖最多的冠军。 1年后,她签约TVB,正式进入演艺界,被TVB力捧。但因为感情的事情,杨思琪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 2002年,杨思琪拍摄电视剧《雪剑轩缘》,意外坠马,腰椎衰裂。 她得到了同剧组的龙套演员李永豪的细心照顾,在不断相处中,两人成为了恋人。 相爱之后,两人爱得很高调,引起了TVB高层的不满。在她们看来作为当红女星,杨思琪这样做很不利于事业发展。 因此,TVB高层对杨思琪进行了劝说,但杨思琪不听,随后TVB不再力捧杨思琪。 虽然杨思琪做出了牺牲事业的代价,但她和李永豪还是分手了。 2011年6月27日,杨思琪向媒体单方面宣布与李永豪分手。 与此同时,她被拍到和富豪吴帅一起逛名店,还被拍到吴帅送她回家。 一时之间,很多人骂她败金,贤贫爱富,还说她劈腿。 结果没过多久,吴帅被港媒扒出是假富豪。 在内地还有未婚妻,杨思琪和吴帅也就没了后续。 这时的杨思琪已经声名受损,事业全面瘫痪。 但让大众吃惊的事情还没有结束。 2012年,杨思琪突然生了一个女儿,没有人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 2020年,杨思琪又生了一个儿子,外界依旧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 但根据杨思琪的透露,可以肯定的是她儿子和女儿的父亲并不是同一个人。 虽然现在的杨思琪一直对外宣称有丈夫,但很多网友并不相信,因为这两个孩子主要是她一个人在照顾。 事业坍塌之后,要养两个孩子也不容易,杨思琪经常走学商演,甚至还接了在夜场卖酒的活。 可以说,为了能让两个孩子好好长大,她再辛苦也不怕,不得不说一句,女子本弱,为母则刚。 2.张博芝,41岁 2002年,22岁的张博芝与比自己小三个月的谢霆锋相恋。 经历了四年的分分合合,2006年,两人在菲律宾结婚。 但是相爱没多久,在陆续生下两个儿子后,两人育六年后又离了婚。 彻底分开后,谢霆锋和天后王妃谈起了恋爱,张博芝则投入了孙东海的怀抱。 说起孙东海这个人,大家也不陌生,毕竟她可是个女明星杀手。 她不仅同女明星李小冉拍过拖,还同大青衣樱桃有过一段婚姻。 能和这么多女星有牵扯,孙东海肯定不是一个普通人。 事实上,大家猜测的也对,孙东海还真是一个隐形富豪, 她在北京机场旁可是有一栋六千万别墅的。 所以,能追到张博芝也不是什么惊奇的事了。 2015年,卓伟曾曝光过两人的恋情,但是张博芝一直没有承认, 所以理所当然的,这段恋情也就这么销声匿迹了。 但是在2018年,张博芝又突然宣布自己喜得三胎。 这话一出,疑惑就来了,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呢? 有人说这是谢霆锋的,但是很快他就被张博芝辟谣了。 又有人说这是孙东海的,对于这个爆料,张博芝既没有承认,也没有否认。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,至今还是不确定的。 我们只能说这个孩子很大程度上是孙东海的,如果非要确切真实的答案,那么只能问张博芝了。 3.谢霆霆 39岁 谢霆霆1982年在香港出生,她的家世很不错,父亲是谢贤,母亲是迪波拉,哥哥是谢霆锋。 出生在这样的演员之家,谢霆霆也进入了演艺界。 2008年她成为了一名模特,2009年她被王金看中,签到了王金的公司,成了金女郎,出演了角色武器,猛鬼爱情故事等电影。 在拍戏之余,谢霆霆没有忘记谈恋爱,她的情识很像她的父亲,很丰富。 在出道之前,谢霆霆就谈过多次恋爱。 2001年,她和一位名叫白恩荣的男子谈恋爱,后来因为白恩荣打记者惹上是非,两人才分手。 后来,她又被媒体派到和行男当街失吻,还和成龙的儿子房祖明传出了绯闻。 到了2005年,她则和一个模特相恋,后来因为这位模特要回新西兰读书,两人才分手。 2006年,她又被拍到和貌似好莱坞男星奥兰多的男子以及翻版麦迪文在一起。 2008年,她则和男星安智杰相恋,两人谈了四年。 与安智杰分手后,谢霆霆又和名媛李贵兰的儿子戴上安谈了一年恋爱。 对于这些恋情和绯闻,谢霆霆从来不遮遮掩掩,任由外界评说。 然而,让外界怎么也想不到的,是她对自己女儿父亲的身份讳莫如深。 2019年6月2日,谢霆霆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有了女儿。 这个消息在当时引起了热议,因为那时谢霆霆没有结婚,也没有听说有男朋友。 媒体询问她孩子的父亲是谁,她坚决不说。 谢霆,迪波拉,谢霆锋也守口如瓶。 如今,谢霆霆的女儿已经两岁了,长得非常可爱,而谢霆霆依旧未婚,孩子生父依旧是个迷。 好在谢霆霆自己有工作,她的家境又好,养个孩子对她压力不大。 1972年,霍文西在中国香港出生了。 因为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果断强硬的性格特征,1993年,刚满21岁的霍文西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经纪人。 她旗下的艺人很多,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谢霆锋和Twins。 在当时,只要在香港提起霍文西,大家总会用过于理智这一句话来评价她。 但其实,除了在工作上过于理智以外,霍文西在爱情上也非常理智。 2009年,霍文西认识了一位内地生意人,因为兴趣相投的缘故,两人很快就陷入了爱情的漩涡。 但这段爱情没能继续多久,相爱两年后,两人就因为性格不合分了手。 本来分手这件事也很正常,没什么大不了的,但谁知道两年后霍文西怀孕了呢? 2011年,霍文西申请假期赴美留学,当时网上就有她是去美国仰拍的传闻,但霍文西一直没承认,直到2013年,她才首都发文宣称自己已有一女。 该消息一出,立马引发热议,网友都抹圈擦掌,想要扒出霍文西女儿生父的消息。 但是无论怎么挖,都挖不出来。 只有与霍文西相熟的朋友,曾简单透露过,她是个生意人,说话很有风度,对人很有善。 但除此之外,大众再也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霍文西恋人的消息。 其实到了如今,知不知道霍文西女儿生父的消息已经不怎么重要了。 只要霍文西同女儿生活的幸福,那就可以了。 5.陈秀珠,63岁 陈秀珠祖籍广东浦宁大长龙,1958年在香港出生。 她1979年参加香港小姐比赛,虽然没有进入前三甲,但被TVB高层赏识,与TVB签约,正式进入演艺界。 那时,TVB对陈秀珠很重视,力捧她,她成了TVB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当家花旦之一,成为知名演员,陈秀珠身边少不了追求者。 她先后和一位地产商富二代,美籍男子相恋,但都没维持多久。 后来,陈秀珠与马来西亚赌王林巫童的儿子林志华相恋,为了爱情,陈秀珠离开了TVB,远赴马来西亚生活。 遗憾的是,5年后,他们的感情还是出了问题,两人分手,陈秀珠重返TVB。 只是,彼时的TVB早已不是陈秀珠的时代,她只能演一些配角,生活也还算过得安稳。 但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1999年,陈秀珠在美国生下了儿子陈迪嘉,这一消息很快引起舆论热议。 那时,媒体纷纷追问孩子的父亲是谁,陈秀珠都拒绝透露。 在这之后,她一个人将孩子抚养长大,为了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条件,她拼命拍戏,很是辛苦。 好在儿子也争气,目前在国外读大学,修读工商管理。 只是当儿子询问她亲生父亲是谁时,她依旧拒绝透露。 如今,63岁的陈秀珠依旧在拍戏,没有人知道她孩子的父亲是谁。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她坦言不会再找另一半,她说她现在很享受单身的生活。 好了,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。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,欢迎到评论区留言,别忘了点赞分享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